我是周一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事前大家所谈到可能会以民粹的这种政治文化 作为收场的奥地利的总统的选举 极右派的这位总统仍然是落选了 他已经发表了败选的宣言 而意大利的国会改革也失败了 意大利的总理刚刚已经提出了他的辞呈 这是国际新闻上非常受瞩目的一个新的发展 在国际新闻上面 在礼拜五我们看到了 蔡英文总统跟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热线电话的通话 造成了国际媒体的大幅的报道 特别是美国的媒体 而英国欧洲跟日本也都给了非常强烈的 这种不同的意涵的解释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好好的讨论 为各位在现场请到的是 民进党国际述部的主任 也是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罗智政罗委员 委员早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好 非常谢谢 我们跟司徒文大使看看八点半钟 跟他的连线的约定能不能通上电话 因为他很忙 司徒文大使明天还有一项研讨会 事实上我们上个礼拜四也播出了 司徒文大使的专访 司徒文大使他对于台湾 跟川普的政权之间要如何建立良好关系 也有一些建议 不过他对川普本人一直没有好评 司徒文是民主党的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一下 他有没有改变 或者是他认为电话的本身有哪些意涵 一通电话各种表述 这个很有意思 等一下请智政帮我们总和一下 再来分析 现场我们请教的是 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 立法委员罗智政罗委员 A行智政请你分析一下 从礼拜五 其实下午那时候 自由时报的即时新闻 在网站上就有报道 我看到是这个华盛顿的记者 曹一芬写的 那时候我们在群组里面 还有人说怎么那么蠢呢 事先预告 那会不会被老共给阻挡呢 对不对 那第二呢 这个后来大家在半夜三更 这个清晨的时候就发现 哦已经成为事实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 两天多了 各种不同的分析 你帮我们综合一下好吗 你是国际事务部主任 莫衷一事的这个评论 这个时报算早 但是更早是一个外媒 他先提到就是说 有可能 台湾的总统跟川普会通话 但是就很清楚 就是说台湾基本上来讲 本来是希望能够低调 处理这个事情 都没有想到川普的阵营 第一时间就发布了新闻稿 点出了这个川普总统当选 跟四个国家领导人 包括这个巴基斯坦 包括阿富汗 包括这个其他国家领导人 包括新加坡啦等等 其中包括台湾总统 然后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川普阵营 川普个人会在他的推特 会在他脸书公布这样的讯息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认为美国的态度 尤其是川普的态度 对台湾是相当友善的 也重视台湾 好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当时我们互相讲好 事后是要宣布 对不对 双方是有这个默契 也没有说不能公布 但是第一个 跳出来做独家新闻报道的人 是川普本人 对 就是说他自己有发一个新闻稿 就是Transition Office 就在过渡的办公室 网站上有 有发一个正式的新闻稿 后来这新闻稿 虽然有做修正或拿掉 但他第一时间是他们发新闻稿的 不是我们发的 然后川普自己又在推特上写说 这个President of Taiwan 这个Cold Me 而且他Cold Me 还用大写写 这个强调 强调说是他打电话给我 然后接下来就说 他恭喜我 Thank you 接下来当然还有第二个推特 第二个推特造成了一个 全台湾礼拜六早上的英文大教学 应该主要是第一个推特下来之后 在下面有很多留言 好多人批评 批评 会也有赞美的 当然有啊 当然有 而且也不少啊 还有一些媒体 国际媒体 或者说美国媒体 对他的一些质疑等等 所以他才会有第二个推特 再去回应这些说法 我看到媒体里面 最对我们很不友善的是 洛杉矶时报吧 应该这样讲 是不是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这个制政帮我们 整合一下呢 到底怎么看呢 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 当然这是台湾的外交上的一次 突破性的成功 蔡英文总统任内的一次 历史性的成绩 如果讲成就也可以 这是黄介正教授这样说的 所以你是同意的嘛 对不对 他比你马席会 就是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一次 那可是接下来呢 为什么唱衰的人也有呢 那我们要怎么看呢 马上回来 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讲 这是不是依注强行针呢 民调可不可以提升呢 等一下我再来请教罗志正委员 您所收听的是 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好我们呢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民进党 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罗志正 罗委员 罗委员你帮我们 从这个过程里面 谈一下这件事情 当天呢是吴钊燮 国安会秘书长 外交部长李大为 总统府副秘书长 因为现在还没有秘书长 刘建兴 以及发言人黄重燕 就在一个会议桌上 然后总统是 这个坐在 这个主位上 那旁前面就有一通 一个黑色的 扩音电话 像这种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嘛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要 当然这是一个成功 对不对 我想他表示 这个国安团队 跟美国的国安团队 或是是川普的 这个团队 已经搭上线了 更重要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谈话 绝对不是说突然 即兴的 电话拿起来就打了 他背后的外交工作 背后的铺陈 联系 接洽 细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 运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是说突然之间 突发奇想 到底是谁牵线的 这个可能就不方便讲 但是很清楚就是说 从川普这个当选之后 我们驻美代表处也好 我们相关的人士也好 一直用各种管道 各种方式 想要跟川普的阵营 能够搭上线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很多是过去 就是长久以来的朋友 对啊 就是说美国传统基金会 创办人 这个福纳 也不止传统基金会 共和党整体来讲 我们跟他们都有很多 非常密切互动的关系 那人家是国民党时代 就打下了基础 你知道吗 但是别忘了 过去国民党时代 最主要是民主党执政 可是在过去 这个阿伯总统执政的时候 是共和党执政 所以那时候 我们跟共和党的官方 或者是他的知故学者 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其实是全台湾 中华美国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因为外交一定是 这样讲可能真的比较 外交真的是 不断累积的成果 也不是说今天谁 突然之间 可以收割所有的东西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你怎么看这个 当然就说后续到底 就为什么所有的媒体 第一时间谈完了之后 都会说中国会生气 然后说川普可能会 这个影响这个区域的 这个整个的国际关系的发展 很多的人都以中共的反应 作为主轴 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我昨天看到一个CNN访问 一个美国很有名的 亚太的一个专家 那个Bosco Joseph Bosco 他在接受CNN访问 CNN同样记者同样 问他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川普犯错了 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了 好像是不得体等等 Bosco回来一句话 就是说 国际媒体或是美国媒体 反应的比中国还快 对 就说你看中国一定怎么样 在中国还没有反应之前 就已经比中国反应说 中国会生气 换句话说 我们这种知识的思考 或者传统外交的这种框架 直觉式的反应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 跟台湾任何的接触 第一个要先看中共的脸色 中共的反应 或许他真的会反应 但是现在我们的媒体 或者我们的这种 所谓很多中国通业 已经脑袋 已经有个知识的反应了 对 就是说第一个中国会怎么反应 所以如果他这么反应 我要做 对万一有一部分人 一部分人 所以我现在 其实很多的外交官了 跟台湾在互动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是中国 还没有反应之前 就先想 如果这么干的话 中国会怎么样 所以就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对 所以那个Bosco点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对美国跟台湾的互动 会创造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会限制着自己 什么做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因为这样框架限制自己 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自我设限的一个 考量中国优先 所以自己就设限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一次这个通电话好了 如果我们用原来的框架 去想的话 说第一个 这个这么多年来 三十几年来 后外现状 对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打过电话 所以连试都不用试 因为不可能 你会先想不可能 或想中国会强烈的反应 所以不要做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划地自线了 所以我觉得台美关系 在不挑战整个 目前这种大的框架之下 还有很多可以努力 跟成长的空间 我再举个例子 最近美国的国会 通过一个国防授权法 对 里面提到就是说 美国国防部长 应该想办法 去推动一系列的做法 来提升 美国跟台湾军事的交流 这欧巴马政权 对 就是最后一个国会的时候 欧巴马要离任 最后一个国会 但新的国会 川普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我看得到 美国国会认为 美国跟台湾的 这种所谓军事交流 再不去挑战 那个所谓三个公报 一个法律的架构之下 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过也有人说 因为他们这个 当然从美国的这个 外交的 所谓他们讲protocol 对不对 这个来讲 当然是有一个 基本的所谓三公报 这个 一个法律的问题 就是台湾关系法嘛 那很多人觉得 你是破坏了这个 那或者是说 很多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是川普不懂外交 第二个是川普很狂 喜欢乱做事 乱打电话 乱接电话 第三个就是川普很有心机 那这三个我们怎么来 这个观察 实际的动机 我们不知道 因为的确这种三种讲法 都有嘛 第一种就是说 他不懂 所以出怪招 或是乱搞 他幕僚懂 可是 对呀对呀 所以我觉得 那个论述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这样一个所谓电话的安排 绝对不是川普个人 的一个问题 它是整个团队 在规划跟设计 这样的一个对话 或者通话 所以不是一个人不懂 而是整个团队 一定经过一定的评估的问题 那当然或许 他个人在推特上面推 可能他个人的感觉 跟感受了 但不可否认 就是说 这个通话的安排 绝对不是一个 绝对不是不懂外交的结果 但是说他太狂了 他喜欢这个颠覆 这个过去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应该狂 这个字眼可能不是很好 川普可能愿意跳脱 那个所谓传统的框架 去思考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一次很多人讲说 川普应该接受白宫的建议 这个过渡期间 这种外交的东西 应该由国务院来协助你 的话怎么打电话 打哪里等等的 可是这一次我了解 是川普拒绝了国务院的协助 他愿意用他自己的团队 交接的团队 去处理目前的外交的互动 所以美国评论家说 他不接受国务院的briefings 就表示好像他很外行似的 并不是外行 而且他觉得 他这些国务院的briefings 可能是原来的框架 他必须要有新的做法 别忘了 那个川普选举期间 不断强调个重点 他要打破那个establishment 就是所谓的 精英外交 精英的外交建制 所以川普外交 原来的体制 川普外交 所以他可能也不信任 这种所谓的过去的这种文官 对 他可能用他自己的思维思考 所以那个狂那个字眼 或许不是恰当的 那他要跳脱那个框架 这是可能是一个事实 那第三个就是他 他很聪明 利用台湾做筹码跟中国 这是很多台湾的 比较支持中国跟台湾 这个关系改善的人 这个我想蓝营的 深蓝的学者认为 他就是要利用你台湾做筹码 所以你蔡文不要高兴 这叫做将来你会吃到骨头 这种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了 但不可否认就是本来 大国跟小国之间的互动 就是互相去想办法 找到彼此可以合作的空间 但美国怎么看台湾 或运用台湾 作为他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一个 筹码也好 杠杠也好 这个我相信也不肯完全没有 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 有没有得到确保 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课题 我们互动当中有没有得到确保 因为一通电话 明星是有安定了 我觉得 我觉得电话是一个结果 对 什么结果呢 就是我们有那个管道 去安排去设计这样一个对话 那这代表什么 我们国安的高层跟这个川普团队 有通上线 这个管道 这对两个国家来讲 很重要 对很重要 也就是说 未来政策如何是不值得了 还有在发展跟观察 可至少我们跟川普阵营 是有通上线的 所以现在未来重要的关键时刻 可以发挥作用的 陈一新教授曾经这个说将来我们会变成亚歇尔孤儿 这个很惨 因为他们要撤退亚洲 那显然看起来我们应该还不会变成孤儿 因为这通电话 我们的亚歇尔孤儿的遭遇可能就可以避免 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川普的态度 或者这个团队对台湾的态度是友善的 是正面的 政策现在还未知 但至少态度是友善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从美国媒体到日本 台湾媒体讲的就是attitudes 就是川普对台湾的态度是友善的 但是会不会形成为policy 这个是我们他们这个国家 美国国家利益 或者是美中台三方互动的结果 马上回来这个副总统说 这只是一个礼貌性的一个电话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等一下8点45分 我们要跟司徒文大使 电话连线司徒文大使 他做过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 换句话讲就是美国在台湾的大使 对台湾的事务非常关心 对川普非常的批评 但是对美台关系很关心 那这个最新的发展 他怎么看 等一下我们来这个电话请教他 非常谢谢他 因为他明天有个研讨会 所以这两天非常忙 不过在现场我们请到的是 罗志正委员 他也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我先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评论发展 第一是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当选人Pence 这个他刚刚接受了这个访问 他说这只是一个courtesy call 就是一个礼貌性的电话 这个大家不要这个大惊小怪 第二呢 这个台湾的学者里面 有人批评 有人评论像黄介正说 这是蔡英文个人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空前的成绩 那可是邵中海教授 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哈 这个蔡英文小心一点 你会两头空 也就是说中国方面会生气 美国方面也不会给你什么东西 就一通电话而已 我们后续怎么观察 这个发展 先请教治政 这前面这两个词 今天早上发展 你怎么看王毅的评论 现在只有王毅的评论 跟美国的新华社环球时报 对不对 那王毅说 这是我们台湾的小trick 我们怎么 对我们怎么评论 第一个就是说 美台之间的互动 当然有很多是象征意义的东西 有些是实质的东西 那这个所谓的电话 通电话本身具有 蛮强的一个象征意义 所以台湾应该在沉淀之后 这时候也不用再去强调 这种电话通电话 这个事件了 我觉得更重要就是 把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管道好好来推动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实质关系的 推动跟进展 我先问你 这个管道会不会被破坏掉呢 我想不太容易了 因为我们跟这些 非常坚强的支持 就长久来这些朋友 是这么多年来的关系 而且这些人对台湾的立场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有了面子 下个阶段更要的是理直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如何 去透过这样的管道 或透过我们跟他们之间 友好的这种关系跟态度 去提升我们的双边的实质关系 这才是我们下个阶段 真的要去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至于就是说会两头空 当然了 我们当然要去非常小心谨慎 去面对未来的政策的调整跟变化 那中共一定会施压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 那王毅目前的批判 可能反映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 就是说他们也到目前 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事件 他们应该是完全不知情的 所以在情况下第一时间他能够批判的应该就是台湾了 他对美国倒是没有完全的做这种批判性的动作 只是强调美国必须要回到一个中国 然后任何这种动作小动作 不能改变美国对台的什么一中框架等等 用这些比较中性的话 还没有强调一个批判的部分 那可能还没有了解 可是很清楚他们已经开始展开了外交的攻势 也就是透过美国的大使馆 这个驻美大使馆已经向美方提出正式的一个抗议 对 这是很可以预期的 可是他是跟现在的政府抗议 对啊 所以 这个川普是president elect 所以欧巴马一定非常弃川普 欧巴马也打电话给川普 就是说你给我搞麻烦 因为他们抗议的对象一定是现任的政府跟国务院 那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 因为毕竟台湾未来要打交道对象 除了川普政府的这些政务官之外 国务院是很重要的 这些官僚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样会不会让这些官僚未来找机会 要修理我们了等等 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是 那请教你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中 这个也有 我看台湾的学者也说 这将来会两头空 那我们这个内部怎么评价呢 中央国安会外交部或者说民进党 对这件事情是后续的发展 要看哪些重要的议题 他会被报复中国给你断交 其实这涉及到美中台三角关系 你断一个交把你叫停断掉 我们总是要有最坏情况的准备跟因应了 不可能说完全 这个好像这个完全没有事一样 那的确两岸关系会受到这个事件有所影响 但是我想这个美台关系 有它基本的一个架构 基本的一个基础存在 也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完全变成一个逆转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 但是也充满机会的这种 的一个新的政府 对 那川普态度是好的 友善的 但是未来政策上会不会打折 甚至出现被压力之后出现一些转变 这的确要小心 就好像1980年代这个雷根总统对台是长久非常友善 他本来还要恢复我们的邦交 非常非常友善的 那可是呢 在1982年就出现817公报 列出了就是未来美国会减少对台的军售等等 当时台湾是很受伤了 对没有错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 不只是总统个人 美国外交政策所受的影响 不只是总统个人的看法而已 他有很多内外的结构性的依据要面对 包括当时是冷战的格局 现在是美中两强在竞争的时期 所以那个结构也不完全一样 你怎么看所谓筹码说呢 就是他们利用 川普利用台湾作为一个筹码 然后跟中国摊牌 甚至于一个这个去 就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手上的一个工具 其实筹码 因为我自己学外交 筹码其实蛮中心的字眼 台湾是美国的筹码 美国也是台湾的一个另外一个筹码 中共也是一个筹码 所以只是说大家如何运用你的外交 去创造自己最强的国家利益 那也有可能我们利用美国这次机会 希望提升我们跟台美关系 希望因为这样子 让中共感受到一些压力 来做我们两岸之间互动的筹码 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筹码未必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最糟糕是连台湾连筹码都不是 就什么都不是比较麻烦 是包袱就麻烦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宁可说筹码也不要做一个burden 被包袱的时候就被丢掉 被丢弃了 这个很重要 其实有一个字很重要 这个麦克阿瑟在二次答案结束之后 对台湾有一个形容很好 他说 有人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台湾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其实这个句话没有全部翻出来 他那当时的一句话就是说 台湾如果就弗摩沙那时 落入共产手里的话 将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跟台湾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不一样 换句话说 台湾对美国来讲 美国那么多航空母舰 不差台湾这个 台湾是民主的跳板 他这个从另外一句话讲 如果台湾掉入中共手里的话 将会成为中共的不成的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 这个我记得索尔宁 现在台湾演讲 就是说你们那个比苏联人好命 是因为那个中共跟苏联 比台湾有一个台湾吗 对没有错 我们进广告 这个之后呢 这个非常谢谢罗智政委员 帮我们做了这个非常清楚的分析 等一下我们就来请教斯图文大师 他从国务院的角度来看 因为他是有国务院常租的经验 等一下我问他说 国务院会不会报仇 马上回来 时间是8点45分08秒 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现场 为各位所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的立委 也是民进党的 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这个是罗智政委员 罗智政委员刚才讲了几个重点 然后就这个川普的跟蔡英文的通话 到底是他不懂外交呢 还是因为他跳太狂了呢 还是因为他要把台湾当成这个筹码呢 这个是要改变这个中美台之间的一些战略 一些关系上的战略的变化呢 刚才他做了分析 同时他说这是川普的态度很好 但是政策我们将来还要再看呢 那究竟我们作为一个筹码 究竟是好还是坏 最重要的是要回到国务院 这个美国的国务院 对这件事情恐怕事前不知 现在为止川普政府 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谈话 罗委员好像那个欧巴马政权 政府并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 是不是 到目前是没有了 但是美国官方就还是强调 目前的对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就是one China policy 然后基本上这个并没有去批判川普的地方 那美国有抗议之后呢 美国的抗议是要召回大使吗 还是有进一步的行动 现在还不知道 中国正式提出抗议 但是实际的下一个部运作 因为刚好碰到周末 所以可能还要看礼拜一开始之后 他是去抗议那个美国国务院 理论上是这样子 因为不太可能直接去向川普抗议 应该向官方的管道去抗议 现在美国的这个白宫幕僚长 Pribus他据说他还要再来台湾呢 应该机会不大了 那个那个可能是 应该机会不大 他刚刚被任命啊 应该机会不大 因为他毕竟是有准备官方的身份 刚刚被任命的他 其实我还强调一下 目前这些动作 其实都不太有他的必要性 Steven Yutz是可以来的 因为我的了解快来台湾 夜晚会 夜晚会到底会不会进国务院 这我不知道 这个未来有待观察 但是我刚才强调就是说 有些是面子 有些理直的问题 今天Pribus就算来台湾 或者来跟总统见面 其实这个都是 基本上我觉得 好 那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实质就是我们保持那样密切的管道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一个这叫做什么 一个channel 一个channel 一个管道存在 两个国家 尤其是没有邦交的国家 channel很重要 而且是跟高层之间的 好 那这个工程是谁呢 这个很多人 要论功欣赏啊 没有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了 我当然论功欣赏应该是台湾人 一定是我们的国安团队 跟外交团队去推动 加上全民 我想台湾展现一个民主 2300万人 共同被美国认知到 存在跟重要性 蔡英文总统的民调 会因为这样提升吗 我想当时在设计这个 这不是我问的是 昨天很多学者问我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民调 不是主要的考量了 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 过境外交 这个今天报告已经说了 蔡英文总统要到尼加拉瓜 等三个中美中国国家去 那会过境纽约 但是是在1月20号以前 我的了解还在规划当中了 那但是 已经打了个电话 再去过境外交 会不会太太太 irritate这个 这个北京呢 这个还要再评估 但是说我想 如果过境的话 也不用太去强调 那个所谓比较象征的东西 因为实质东西 我还强调一下 下个阶段我们要强调 是实质关系的进展 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切的 实质关系进展是什么 很多啊 美国跟台湾之间 有很多互动 包括因为TPP可能 国防部长可未来 TPP可能受挫了 所以我们双边的经贸关系 逻辑强化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我告诉你 还有人提醒我 我把所有的问题都问了 提醒我说 小心啊 蔡英文总统答应了 川普要美国租要进来 那个放在整个 这个所谓的美台经贸架构 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是单纯谈美租的问题了 好 好 这个 这个谈话 其实十分钟到 exactly是 十二分钟 是吧 对 我的了解大概 超过十分钟了 两个元首 十二分钟算很长 算很长 可以谈很多 而且是 我们两个通知话都很少 十二分钟 而且没有翻译 是直接用英文在沟通 所以省掉很多的时间 OK好 接下来最后五分钟 很珍贵的五分钟 我们终于这个 抓到了我们的这个 斯图文大使 这个在电话线上 斯图文大使您早 你好 非常早 谢谢你 早安 早安 我们现在在现场 有你认识的罗智政委员 OK the first question is how do you see the implications of川普 跟小英的 这个phone conversations well I think it was it was an intentional call really from Trump absolutely and it was because 小英文 wouldn't call out of the blue to talk to Donald Trump it was arranged it was probably suggested by staff members who are advising Trump on Asia yeah I think that it's a very positive move I welcome it oh yeah it'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the US should have done long ago yes we've most of the restraints that we've put on our contacts with Taiwan have been self-imposed OK wait a minute I need to translate it okay okay why what who r it's a very who you know who an you know go who ho who who go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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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发展 Did it change your attitude or your criticism toward President Electron 拜托 有没有改变你对这个川普的看法 I certainly was an unexpected move on his part It gives me hope because during the campaign he had never mentioned Taiwan except once in a very insignificant way and it was sort of dismissive So I think it may mean at least that in the area of relations with Taiwan I found something I can agree with him on Presuming that he builds on this approach to Taiwan I think it's a very welcome step Okay Koji刚才提到说唱就有来 Stanton先生对川普是比较批判的 但是川普先生回答就是说 在这个议题上他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欢迎 因为川普过去选举期间 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了 其实一少部分而已 所以他是有点意外 有这样的一个竞争 Yes Mr. Stanton You're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action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American government How do you see the future response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the official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retaliate for Trump's conversations and Trump's actions toward Taiwan? Well, I don't think they can retaliate but so far actually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current White House I think his name is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 think his name is Ben Richards He's already made a comment that we abide by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Yeah This is a mistake because I've often said that we shouldn't refer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ecause that falls into Chinese hands because they interpret One China differently from the U.S. Yes The U.S. has never, never asserted that Chinese, Trung Quốc Dalu had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Yeah So he just reiterated the standard phrase that we continue to maintain our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Free Communicat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Yeah So that's the reaction So I don't think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going to differ from that Okay So it's going to be a non-response Okay So we have to wait until we see what the new State Department does Okay Okay That Michael Kauza 问到就是說 會不會擔心 國務院會有任何的 報復的行動 那Stanton先生刚才提到 就是說美國國安會 已經做了一個回應 事實上是重述過去 所謂美國遵守 一個中國政策 也就是三公保一法律的 一個政策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基本上只是一種標準的答案 所以我想 他認為 國務院不會違反 白宮的一個做法跟說法 但是他認為 這個中國政策是錯的 一個中國政策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會讓中國 这个有一个运作的空间 而且美国从来没有说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是有主权的 So how do you advise 蔡英文's government to do in the future with Trump's government Well I think that if there's a line of dialogue that's been opened you know to the extent that it's possible I think she should maintain it You know there needs to be better communication at a higher leve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Okay And there was an effort to do that under the Ma administration but it never really went anywhere Okay Thank you Great Ambassador Statham 明天参加研讨会 而且他对台湾非常的关心 我们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future comments and anything about Taiwan Thank you I've written an article on it so maybe it'll appear before long In the media? Yeah Well I've sent it to big newspaper Okay we are reading it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Okay bye bye 谢谢司徒文大使 也谢谢罗志正委员 谢谢 Bye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明天早上请你继续收听 GoGo早餐 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